謝謝大家今天來到台灣風險社會論壇 那我們是台大風險中心 那我們今天所有的內容呢 我們都會放在我們的中心的網站上面 你可以掃QR code或者是搜尋台大風險中心 那今天呢我們也有直播 那相關的文字跟影音的記錄 之後也會上傳到我們中心網站 那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主持人 就是周桂田主任 謝謝 各位想來看我們的媒體先進 各位在場同樣大家好 我們台大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在每次國內發生重大的 公安或是風險事件 我們都會召開台灣風險社會論壇 來分析來思考來批判 以及來反思這些事件跟 這些科技的風險 對我們台灣未來社會的發展有衝擊 跟影響是什麼 那雖然這個普游馬號已經發生了幾週 那各個專業的鑑定和專業的報告已經出來了 但是我想我們還是需要 有一個比較深層的一個反思 深層的來探討這樣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對台灣未來來處置這樣的一個 或是未來來做一個預防性的 對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科技風險 或公共安全的事件 或是未來的預防上不要發展 我們有怎樣的一個資格的角度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架座底下 我想今天在場有一些媒體朋友 那應該是我們王堅緯也在場 然後我們環保聯盟的劉梓堅老師也到了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先進 那在剛剛我們這樣的一個探討架構底下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請到了幾位專家 第一位是海大公共衛生學院的 張長選理院長張長選理教授 第二位是海大先進公共運輸研究中心的 張學孔主任張教授 他同時也是我們台灣大學的工學教授 那第三位是洪文寧教授 他來自國立海南科技大學 他目前也是台灣科技與社會學會的一個理事長 那第四位我們請到我們工錢中心的執行長 張國輝教授以及我 我們幾位會分別從公共安全 從這個交通的運輸的專業 從工程的倫理 從工程的文化 然後從工程的教育 甚至最後我們會從工錢事業的角度 來一起來探討這些問題 那我想我們會先以這個 每一個講者大概10到15分鐘的一個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隨後就開放大家來聽 我想這是一個波紋 我們會留多一點時間來跟大家做一些對話 那希望我們今天能夠有一個中文的對話 我們也會做了現場的直播 我們會做文字的紀錄 影音的紀錄 我想這個對未來台灣 在發生一次一次重大的事件 能夠做一些沉澱 跟反省跟密防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首先我們就 先請到我們張教授 張主任從專業的角度 來跟我們探討 這樣的一個運輸安全的事情 歡迎我們張教授 首先要感謝我們 來到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的安排與邀請 其實回馬號這個事件之後 我至少接到這個12個媒體來訪問 但我全部被拒絕 因為是一年前的那次這個測獲 當時這個行政院秘書長陳景俊 就是現在的台北市政府護士長 就召集了一個專家委員會 其實當時我是專家委員會的召集員 很多系統性的問題 其實在當時都已經有提出 其中一個最具體的指向 在這次準備要出的調查報告 也都會有此同線 所以這讓我們兩個變得非常同性 經過11年 當時兩個很重要的建議 一個就是把鐵路的造行車事故的建立 提升到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這個層級 因為鐵路還得上來就是自己在做行車事故的調查 跟審議 那當然我們相信他的專業 可是客觀性就讓大家有質疑 特別是發生如果有所謂系統性的故事 那更需要客觀的調查 尤其中大的這個就成功 那第二個方面就是 開鐵的公司法 那從這個組織改造的方面 這個招手 要把政器分離 管理監督職能跟營運 服務分離 那11年過去了沒有行動 那更覺得痛心的是 就是這個事件發生前六個星期 我們非安委員會 楊這個主任委員 也是我們台大的機械協議教授 他在11年前那個時候 是執行長 那這個 心裡面 請他來擔任這個非安會的主委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至少我個人參與過兩個次 所謂非安會的這個改造 那 很可惜都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改造就是把 高速鐵路 把海鐵 甚至把重大的公路 道路的 這個 這個 事故 納入 這個國家層級的 這個 這個 調查 所以 你看這個楊當主任委 還要錢我們 另外我們 吳希另外一位軌道工程的專員 阿賴很成功 來教授說 那我們 就在這個 非安會 討論什麼 討論日本怎麼 成立 全國的運輸安全委員會 還特別把那個 死傷一百多人的那個事件 在會場上做討論 原來教授他到日本 做了這個 訪查 Blomstick 了解整個這個制度行程 當然 這邊有很多寫的教學 那我們實際上可以 避免這樣寫的教學 明明可以 在過去這個 十多年 都沒有做得到 那我自己在 國際上推動 永續發展 大家都知道 有個發現 環境 社會 財務經濟 其中有 有發現社會 就追求了一個社會公平 那大家都知道 社會公平裡面 追求的就是 在社會盤的 因素安全是 基本人權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我想實際上有些人 提出一些數字 讓大家看到 我們面對多大 多嚴峻的考驗 過去十年 我們車禍死亡 三萬五千人 其中鐵路五百人 車禍受傷 超過三百萬人 車禍重傷 幾乎失去他的活生能力 四十萬 每一年經濟損失 大家看這邊 五十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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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全年GDP的 3.172GDP 我帶給大家的概念 我們建設高鐵 就花了這些錢 一年的 這個道路交通安全的損失 就是把一條高鐵的投資 整個吃掉了 我們在這邊討論 如果一個少爐的話 這個大概四個人都不見了 在台灣 因為每一天 就八人車禍死亡 一千一百個人受傷 一百個重傷 所以台北 全台灣一年 大概將近一年是兩千八百人死亡 四十萬人受傷 四萬人仲殘 這很可憐 那 我當中 我每次舉一個數字 大家會覺得 shock 但是數字 並沒有真的融入在我們所謂去檢討 整個運輸安全 運輸系統安全 這樣一個思維之下 因為我們整個社會 為這個 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 你看這個傷亡高興 中年群 十四到二十歲的年輕人 占最大的比例 好 每週六名年輕騎 機車騎車死亡 每週 三個禮拜有兩位高中生騎摩托車死亡 我們那些少子的話 這整個是國家生產力的衝擊 所以很多學者引起出來運輸安全 是國安問題 是公共健康問題 國安問題 另外還有一部分 六十歲高齡者 在車禍死亡佔的比例裡面 高達百分之三十 我們邁入高齡化社會 我們整個道路系統 我們整個運輸的環境 也沒有因應這個樣子的改變 我再更多一個數字 十五年前 我們台灣車禍死亡一年 是將近一萬 車禍受傷二十六萬 過去十五年 經過宣傳 整個教育訓練 當然死亡人數 大幅下降低於三十七萬 可是我們的受傷人數 二十六萬 急劇上升到四十萬 受傷人數 百分之八十就是摩托車騎士 柯市長在我跟他做的一個報告 說我們要學 其他國家 要把造勢死亡人數減半 我待會兒給大家 我待會兒給大家 就是十萬 那 他後來了解這個數字 跟警察單位給他的這個數字之後 他發現是非常大的這個 堅定的任務 死亡齊距降低 受傷上升宣導之外 當然還有醫療 醫療這個環境的提升 也是有幫助 那 那 這些你看 每天 的新聞報道 各位看到 那 近年來 自行車 這個 上網 他的這個 造成死亡的這個比例 他是慢慢吃的 那 隨著自行車使用的這個 人數增加 平均的這個 這個上網 是降低 但他這個次數是 攀升非常厲害 這是另外一個 大家在推動綠色交通 需要關注的這個事情 這是台北街頭啊 從 新北 各個走廊 湧入台北 大家看看 這些 五十多位的這個騎士 已現在 每日死亡 八月 台北還算首善之都 把他降到 五十人 每一年的這個死亡 可是受傷仍然繼續攀升 這都是我們的兄弟姐妹 他們 其中有好幾位 我們今天演講完之後就不見了 報權者 跟國際比較 國際有一個數字就是 每十萬人 人口死亡的人數 台灣是 十一點的六 跟美國一樣 這並不是光榮的數字 美國一年的死亡是四萬兩千人 當然人口多 美國一年的車禍死亡的人數 相當於越戰十年 戰爭死亡的人數 越戰的美軍 死亡的人數 所以他車的這個機動化 其實我們機動化不比這個 美國低 加上摩托車 一千四百萬 小機車七百萬 每千人擁有的這個機動車輛 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Top 3 在台灣 那他背後 你看我們相對於南海 八點一人 日本人 我們是日本的三倍 那全世界最早的推動 所謂 Zero Fotality 這個 越點在1997年就宣布 並且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沒有人因為車禍的死亡 所以他叫Zero Fotality 他的成果 每十萬人死亡 是最低2.5人 很多學者都已經提出來 日本 瑞典 各方面的運輸系統 安全 從社會風險 從行為科學 不只是交通運輸 本身 它是一個系統工程 來推動運輸安全的提升 很可惜我們做的 還有很大改善的空間 剛剛講的Zero Fotality 每一年全世界一百二十五萬人 因車禍的死亡 超過15 billion 五千萬 重產重傷 這個經濟審視 所以聯合國跟世界衛生組織 就在2011年推動 黃金十年 讓全世界因車禍的死亡 降低到一半 這過去十年 我在全世界呼籲 因為我個人也是世界聯合 跟亞洲開發銀行的顧問 不到台灣 呼籲我們政府 雖然有人是職責聯合國的會議 我們應該為這個負起責任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沒有人反應 好 或許 我們交通幕前政務次長 張震宇 在今年9月27號 交通安全与执法一套 可以让他做专辑演讲 用这个题目 零死亡零重伤的愿景与策略 我们很高兴他提出 终于提出了 其实这个在2011年前 就应该来提出 全国的政策 这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 过去是几位媒体记者 问我 我说我不接受访问 你们去思考一下 从2002年 交通部就要做组织改造 做公司化 为什么没有做 把非安会提升 全国运输安全委员 因为为什么没有做 是谁主导 景天院交通部 改铁民一代表还有其他 所以从组织监管工程 采购服务 训练服务 这些 明明可以透过组织 在到天监管功能提升 而做体制上的改变 为什么没做 最后我的建议 我们要采取 立刻的行动 但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是只有单单 交通运输部可以做 也不是只有单单 交通运输 这个专业可以执行 它需要从组织上来进行 我们的街道设计 就要从人本的思维来看 我们的基础设施 包括车辆 整个公共运输系统 智慧运输 科技准法 工位医疗 经济财务 驾驶行为 整个行动文化 其实都是需要 来从这个 整个社会的成本 交通运输 关系都带来 社会带来思考 交通运输 有一个道安委员会 道安汇报 应该把它提升 变成一个司 中央跟地方 怎么要联手 这不只是 中央的责任 地方政府 因为每个地方的 交通环境 经费 它面对的 混合车流的情况 大众运输的 拥有不一样 所以每个地方 要因意志 快快成立 运输安全委员会 现代科技的应用 人车路联网的技术 可以大家提升 我要郑重的呼吁 内政务警察网 应该成立交通警察局 我们有刑事警察局 一年刑事案件 死亡人数 不超过400人 我不说不超过 是好 可是相对于交通 刑事警察这个事故 来讲 交通安全所带来的危害 远远大于 这个刑事警察 就生命 拆散的损失来看 为什么没有交通警察局 让很多交通专业 不在交通警察局 这个岗位 往上攀升 所以交通警察的专业 逐渐流失 不信了很 怎么强化直接驾驶跟车辆的管理监控能力 游览车 游览车是一个变化的利益 在八年前我协助交通部制定游览车服务品质 凭借办法 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穷游览车需要装电子追踪设备 驾驶管理平台 到现在 对不起 没错 初步的稿子还在交通运势研议 研议 怎么样 强化运输安全研发的能量 我想这个需要跨域来整合 最后 我们张东景深张政伟特别提高 原来台铁的运输安全管理 这个体制 这么脆弱 其实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来建立 运输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针对基础设施 道路桥梁 车辆 载具 驾驶人本身 用路人 还有我们保险制度 怎么把这个安全的风险 拿入 都需要一个整个体系的建设 需要仰赖我们在做其他 不同领域的人 共同来合作 我再次强调 运输的运输是 运输安全是基本人权 联合国 联合国 大力的疾护 谢谢 谢谢张教授 从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谈整个运输的安全跟风险 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数据 我想每一个人在场同仁跟美女朋友看到这样的数据应该都非常的震撼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透过这样的论坛 让这样的一个issue 让这样的议题 让这样的思维传散出去 那的确是每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里边都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风险的挑战 那像这个是非常立即而明显的一个挑战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未来在转型 应该要非常慎重来思考 来做制度改革 还有做教授改革 非常重要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